压冠两连胜 国安队在季小组当中领跑 出现的形势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昨晚的国安队又出现了不少的伤耗 漫长的赛季才刚刚开始 缺冰少将的玉林军即将面临着 密集而又残酷的双线作战 三分的代价确实不小 杨志这一下也是被对手踢到 比赛因为手面的受伤不得不中断 我的伤害其实我的就是硬伤 但是其他几个队友 有的是那个头撞破了 得缝身 还有那个顺便可能撞晕了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个对于我的伤势来说 可能他们比较严重吧 希望他们那个检查出没什么大事 昨晚的比赛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张承栋 赵和静 周廷和宋伯娟 先后倒地受伤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肉搏战 国安队表现得非常勇敢 在京城球迷的注视下 队员们的战斗精神和抑制品质 可以打100分 张承栋在受伤之后 还坚持踢了将近20分钟的比赛 老将周廷血染赛场 但是也轻伤不下苦线 激烈的90分钟过后 比赛艰难的影响 国安队自身的消耗也相当大 确实呢 现在我们在经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我们今天有两个坏人 由于伤病而做出的调整 但是就像杨志刚刚说过的一样 我们队伍呢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由于每个队员 每个出场队员的拼搏呢 我们拿下了胜利 我们确实有很多重要的队员 不能出战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恢复起来 但是每一个在场上的队员呢 我都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出色 表现得非常好 亚冠附加赛和大成腿部受伤 至今无法登场比赛 亚冠小组赛第一场 爱尔顿吃到了红牌 徐云龙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伤病 这一攻一防 两员大将同时缺席了昨晚的比赛 同样受到伤病侵袭的 还有门将侯森 这让还在养伤的杨志 不得不火线复出旧场 加上昨晚受伤的张成栋 宋伯轩 周廷 赵和静 长长的伤病员名单 为即将开启双线作战模式的国安 蒙上了一层阴影 考验曼萨诺的时候到了 他能带领御林军度过这段 最困难的时期吗 我觉得足球比赛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个受伤伤病都是不回预期的 比赛就要全力以赴 不管是受伤也好 还是不受伤也好 大家付出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既然有了伤病 我们就面对他 我们想办法去解决他 去年的时候 主要连刚来的时候 也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 我觉得他完全能够调节好 球队的这些出场阵容 包括首发阵容这些都没问题 体育频道这条报道